欢迎收看本期百问 屏下摄像头的量产在今年让手机离真正的全面屏又进了一大步 中心小米三星也都推出了屏下摄像头的新机 你说巧不巧 这三台手机我们手里正好都有 本期我们就来一些横屏对比 哪台屏下摄像头在目前体验最好 首批量产机型里表现最佳 我们来看一看 OPPO我们也填过了 但是OPPO没有量产 所以这期就不带他玩了 中心式微信用的方案采用了大小像素的Delta排列 小米MIX滑星光电的类钻排加上小珍珠排列 这两家虽然紫像素排列不同 但是原理相同 都是通过缩小紫像素的面积 从而增加屏下进光量 像素的密度并没有改变 所以PPI都是一样的 三星则是优理贼屏下摄像头 在屏下部分使用了全新的像素排列 每一个像素都是由多个紫像素组成 可以把它叫做大像素方案 通过更大的像素间隔 来实现更多的进光量 这也就导致了 屏下部分的像素密度 要远离于正常的屏幕 看着就特别明显 工作室众多小伙伴的主观体验 在隐藏摄像头这一方面 小米MIX相对来说要更好一些 然后其次中心 三星最差 三星这个就不能说是差了 这个日常看起来就是一个亮斑 这个比挖孔还要明显 可以说是强行隐藏 聊胜于无 在亮屏白色的背景下 小米和中心的明显程度差不多 但是在细屏或者说深色背景下 中心看着要更明显一点点 还有就是它俩屏下上头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小米是圆形 中心是长方形 小米相对看起来要更加和谐一点点 日常使用上除了三星之外 小米和中心都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在显示非常精细的纹理 比如这种比较少见的细条纹图 你就能看到显示精度不足的情况了 还有就是因为小米和中心 在屏下的部分 都是一区多个子像素 什么意思呢 普通的屏幕显示一个点 只需要点亮这一个像素就可以了 它底下有一个驱动 而一区四就必须要一口气点亮四个像素 四兄弟要么一起亮 要么一起亮 所以在显示精细画面的时候 这精度就不够了 这也是中心和小米 在目前的屏下方案中的一个缺点 除了显示效果 你毕竟它还是一个镜头 直接对比一下前置 第一 自拍 在正常光线下 三款表现比较平均 小米中心都有偏色的情况 三星相对自然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 三星的相机预览框和最终成像 是不一样的 预览框里面造点很多 颗粒感十足 但最终成像会要好很多 其实小米和中心 也都有这种后处理的过程 综合来看 我们更加喜欢三星的成像效果 本来隐藏的就不好嘛 如果拍的再差 那就真玩玩了 内光环境是目前屏下摄像头 都需要避免的一个场景 这三款手机都会出现 自带佛光滤镜的效果 照片会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而在暗光条件下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内部主观体验下来 还是更加喜欢三星的表现效果 所以三星之所以选择 屏下效果不好的方案 应该就是为了确保 前置拍照的效果 可以说是有事必有得 综合来看 目前屏下摄像头的 前置拍照都不太成熟 隐藏和拍照这两大方面 都没有做得特别极致 如果你是喜欢自拍 或者说前置录像的 小姐姐小哥哥 那还是乖乖的选择 刘海或者挖孔的手机吧 如果你的手机相机只是扫码 连后置都不常用 这个万年不开潜质的直男选手 这倒是没啥影响 第二个 在录像方面 先说结论 都是死亡现场 因为拍照还可以通过算法 和多帧合成来弥补效果 而视频就不行了 在正常的室内光线下 三家的表现都不太行 三星的噪点严重 中星色彩失真 小米相对可以 暗光下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了 第三个 视频通话 大家都知道 某绿APP视频通话本身 就已经自带画质略化效果了 再加上 屏下摄像头 就更加雪上加霜 给大家实测了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主观觉得 三星看起来相对 只能说是相对自然一些 小米其次 中星垫底 屏下摄像头 目前的效果 确实不完美 在拍照效果上 和挖孔还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拍照还行 就是录像这边 是真的不行了 当然 任何新技术的出现 都会有一个 落地发展成熟的过程 汽车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马车跑得快 所以没有必要一上来 就否定一切 否定新技术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我个人预测 第三代之后 屏下摄像头 无论是隐藏 还是在拍摄效果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可以等到他们的第三代机型 因为本期是横屏对比 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展示的是效果 这三台机型 更加深度的技术解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关于这三个机器的 专题测评视频 那个里边讲的比较详细 尤其是小米的这台 OK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科技数码类的问题 想让我们来聊一聊 欢迎大家关注白问 评论或私信发给我们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刚好多飘草白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